Hello 大家好 見到我們這個組合就知道是一週講故的時間 繼續有我Garry和Peter在這裏 是 沒錯 很多網民都在問我 為何今天才拍 其實有點尷尬的 因為那天我就聽不到鬧鐘響 就是打風那天 其實我醒了之後我就想 因為我住比較遠 過來studio 如果我過來之後我也不知道怎樣回家 然後就說算了 不如延遲一點 跟大家致歉了 遲了三天 打風那天就好休息了 不過都過了 沒關係 我們先說回今天的事 今天就是11月4日 沒錯 星期五 我們現在錄的時候是下午 中午休市的時段 最近有沒有看過股市 我真的覺得很傻 上次跟大家說過 騰訊我應該要all in 即是折到200的時候 但是就沒有了 因為坐了很多艇 我想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情況 所以就沒有把那些錢轉回去 理論上的操作 我覺得應該就把所有錢轉回去 今天騰訊二百四十多了 差不多 都升了四十多元 那你說是否在股門底呢 又真的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這些底的東西 你是真的過了才知道 我看到很多時候 新手很多時候就會輸在最頂上 看到升然後就在頂上買 但是老手有時候就在輸這些股門的撈底位 一撈下去發現 喂 不是啊 我中間在18000買了一住 然後跌到14000 即是有時候老手就輸在這些位置 還有這幾天其實就騰訊這隻股票 它都是二十多元 二十多元這樣升上 都幾誇張的事來的 恆指都升了一千點 現在都一萬六千多了 所以現在呢 其實你看到 唯有的就是你慢慢地去試 你說這個14000多 14000多是否一個真的底呢 我都不敢說 但是你說買不買得過呢 都是好像我們上次說 你要好知道自己做什麼 看到不對的你就要剪掉的時候 當然現在 十幾十幾%上去 那當然是OK的 但是 即使是我自己這個底 其實我都沒有買東西 你看到它跌得那麼急 不要說騰訊 即使是整個大市 恆生指數也好 即是今天剛剛 現在又升上八百幾點 去到萬六點的水平 但是之後是不是 還能保持到呢 真是不知道 雖然看個勢 是漂亮了 即是補回跌頭 但是 保持不保持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 如果大家要試 都要注意到風險 即是 給我去試就算是很少去試 是 感覺上又少少回升 這個都是 都不是感覺了 這個都是事實來的 是 是 所以 最近現在 講股票的時候 大家 只能夠去 因為看到股市差 所以大家去試的時候 可能只可以選一些 比較強勢的股去試 是 所以 現在 之前我們一直都講 科網 科網類的股 但是 今天想講的股票之前 我想看看這張圖 這張圖 是最近 我看到一些群組發布出來的 這張圖 真的很好笑 這張圖 是話說 20117年 當時的科網股 依然 還是 火紅火熱 即是 一班的 大佬 坐在那裏 你看到 騰訊 京東美團 小米 全部都響響響的人物來的 現在找回這張圖 就找回他們的市值出來 全部減到 騰訊少了48,000億 小米 少了6,300億 字節跳動 即是說 抖音的母公司 推遲上市 終於全部都搞不定 成為一個互聯網最後晚餐 這張好笑 因為這張 最慘的是 個個都是 中招 整班大佬個個都是中招 所以大佬中招的同時 散戶也無法跟著大市跌 所以 我記得網民在留言 問我們是否輸 是的 這個很好笑 照如實跟大家說 輸很多 不可以說很多 輸了 我不要用 輸或者這樣說 如果以我的倉比例來說 大概 40% 40% 需要40% 是的 我想我都是 20%左右 20% 20% 但幸好 整個股票的 百分比對我來說 又不算很多 那裡的20%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最近 除了騰訊之外 有沒有想買股票 其實 之前我都頗勇敢 我一直說 勞底 勞底 你是勇猛派 反而現在升的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 先看定點 OK 跌的時候 我會覺得 要撈底 現在升的時候 我想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會升 這個反而會重要 要不然我會變成高位入 就是傻豬 變相接貨 所以現在究竟是 那些人 其實我看到很多股票 他們自己都在回購 是的 這是其中一個他們升的原因 還有 他們什麼是回購 或者他們想怎樣 引人進去 還是怎樣 未知之數 是 所以 其實你說得對 現在有時候 去看市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之前跌到 去萬四的時候 那時候說的原因 例如說二十大 之後的 令到他 撤資 這些原因 其實一直是沒有 沒有改變過的 這些原因 千萬不要以為 看到突然上萬六 就以為 當初萬四的時候 那些原因完全消失了 其實不是 沒有 那些東西還在 所以大家在 入市的時候 換成我自己去想的時候 都會想 其實現在 是不是代表 就已經掃清了 所有的壞消息呢 不過 如果看回美股的話 最近都是 美股是保持著 升勢在這裏 是的 所以可能 又會有少少的影響 但是 都說不完 因為之前美股都是升的 但是我們都是 美股和港股都 真的 不是太 但是能夠做一個對比 是的 但是加息那件事情 是繼續做的 嗯 就是之前 剛剛我們 昨天 還是前天 我還記得 他也公佈了加息 是0.75 當然是市場預期來的 這件事 是 所以 是的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現在網民去留意 是什麼股票 是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留意科技股 這樣 現在呢 除了科技股之外 我們其實也有去看另一個版塊 就是講一些石油股 是的 沒錯 石油股其實是一個頗安全的東西 由於上次 我們給一個圖 大家看就是講 這個摩根大通 是的 建議我們買石油股 那麼我們就 二話不說 在當日 就馬上看完 究竟去推薦那些 那些石油股是 什麼料子 是的 是 做足功夫 是的 因為現在石油股 先講一個客觀事實 石油股是暫時 現在在一眾的藍醜股裡面 今年的表現 算是很好的 一個類別的股票 嗯 即是 現在跌到去萬六 現在叫做 之前最差的是一萬四千多 但是石油股 就算在最差的時候 如果你今年1月1日買了 去到現在的話 連賣股息 你都差不多有 正數40% 是的 那麼這個 這個成績已經是 很出眾的了 即是你對比起 你想一下 如果你對比起 地產 內房 或者對比起其他 科技股 那麼你有正數40% 還不厲害 是吧 這樣 那麼所以 最近 看一些石油股 那麼 這個其實都是 我一直看的東西 那麼 為什麼特別去講石油股呢 那麼 除了因為 之前看到摩通那個 報告說石油股之外 還有是關於業績事 嗯嗯嗯嗯 沒錯 那麼最近他出了業績 即是幾個石油股 特別主要說三桶油 都是出了業績 那麼 其實大家都會預期了 例如中海油這樣 因為油價上升那樣東西 就是收入呢 即是收入呢 即是上升了接近八成 那麼 那麼順利升了 1805.9% 即是說是雙倍了 那個順利是 這樣 那麼所以 由 883 中海油啦 其實之前說了 857 都是這樣的 這樣 就是這樣 是的 那至於其實如果說到石油的話呢 之前大家都說到油價上升啊 或者可能各方面很影響市況啊 如果有留意開 其實現在的油價都會調回的了 是嗎 油價 是的 如果我開一個油價出來 那大家 等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這個 這裡現在看到的就是 油價有去年年尾去到現在的 那個狀況 嗯 那麼其實呢 看到就是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2月 2、3月剛剛開始打仗的時候 還有 6月左右 是 又有一波 是 那麼現在呢 看到雖然呢 一直下降 但是呢 都保持得住 大約在80美金以上 是 跟之前差不多 他最厲害的時候 其實是 在3月的時候 差不多上升到178 是 那麼那時候就真的 很厲害 是啊 但是我看到現在 現在就算這段時間 9月跌到下來 然後去到10月 現在11月的時候 在80元左右 就是大約現在看到 打橫的這條線 都是保持得住的 嗯 是的 所以 就是油價 應該是可以保持住 在一個這個水平上 短期來說 石油就 目前還是一個的必需品 是的 所有的燃油啊 能量啊 各方面都會用到它 是的 還有有沒有留意到呢 例如中海油 中石油 這幾個石油股 它在年報那裡 都有說它的生產成本 嗯嗯嗯 有沒有留意過 這個 這個少點看 OK 那我現在直接開股 它說生產成本 是大約30元美金 一桶 30元美金一桶 就是它的破坏的那條線 嗯 所以現在說如果是一個 保持著高油價 即我講的高油價 大約是70元以上 那它那個水位 都是直接計算到的 嗯嗯嗯 而且雖然 特別現在說的是 石油可能在 OPEC 即沙特那裡 可能會有減產 嗯 所以依然保持著 石油的 價錢 優勢 都還在 這樣 話說 你知不知 小小題的話 好啊 貝殼 那個石油公司的老闆 他小時候是做什麼的 這個真的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他真的在沙灘那裡 在沙灘那裡 跟他爸爸 哦是嗎 真的 是有太人來的 就是那個 遣殼石油 沒錯 小時候他跟他爸爸 在沙灘那裡 執貝殼 類似賣的 寶貝殼 給遊客 然後他有一天 在海裡 看到船 那時候又有另一個 的 好像叫Mabel Mabel 也是石油 他說我一定要有錢 那些人 之後他就 總之 迂迴曲子 又不知怎樣做貿易 做石油 各方面的東西 成立了之後 就變成現在顯殼的 Shell石油 OK 這個是蠻勵志的事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典故 是啊 所以其實 他為什麼改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是執貝殼 所以 除了 中香和中石油之外 你也有看到中石化他們 有 有 中石化 其實 我有時候 我自己看股票 我看兩件事 好像跑馬一樣 究竟你是買騎士 還是買一隻馬 即是買一間公司 還是買一個CEO 我兩樣 其實我都會大概 看一看 先說中石化 中石化的董事長 其實就是馬永生 那馬永生 他的能力就是 助於他一些政協 可以影響到一些 你也知道 如果說中國的事 還是政協的事 所以 所以 由他來開期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那個 的 股票的升幅 由他開期在 這個 2018 2018 是吧 2018 年 是的 2018年的時候 你看到中石化 那時候的股票 一直都站得很穩 是的 還有一點的懶知識 就是 馬永生 他有一顆星 叫做馬永生 星 在天上 我不知道哪顆 有些編號 即是他發現了一顆星 不是他發現的 總之是他很偉大 他明明 就找他明明了 OK 所以 現在暫時 他們那個董事長 馬永生 在中石化 那裡 我覺得他開期的話 都是有 有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可信性 或者叫做 穩陣 是的 因為我一路趕到其他股票的時候 會講到其他關於他的董事長那方面的事情 是的 某些董事長 即是趕到他的時候 你會發覺上面是任何的資料 都不是很找到 所以變相 他的 那個股票 除了 除了大環境因素 其實 持續期的話都很重要 即是他持續 他說要搞什麼生意 搞什麼計劃 都直接影響了股價 是的 那馬永生 就是老派 是的 比較穩陣一點 所以其實由他開期開始 都不是太差 是的 那我剛才看回圖 其實最近的石油股都跟著大股 去反彈 但其實石油股 一直都在這一年 都是保持著一個 相當不錯的 強勢的位置 而且 為什麼我特別看石油股呢 其實他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的資金流是挺強的 即是他是保持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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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持著做得不錯 那之前有時候可能說 一些防守性股票 例如 即是說石油股也好 電訊 即是 之前說過地產 但其實電訊 這類的行業 他的貨幣都在 所以都是一個 即是 至少在一個基本面上好些 還有 亦都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在一些 國際民生相關的行業 之前 科技股的時候 講到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美國制裁 嗯 但是 其實 你說中石油 中海油這些公司 都有制裁的 但幸好就是 因為已經制裁了 這件事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 在可見的將來 就不覺得他會繼續去 維持著有新一輪的制裁 這樣 所以這算是一個 短線的好處 還有 如果石油股 大家可以買得的話 其實都是看它的息口 說真的 是 沒錯 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制裁得很開心 現在是否去到 差不多10里 是吧 現在 你可以看 在這裏 那 你可以先找一找 但是 我看見 他也有一點點隱憂 就是說 他主要就是 剛才說的 石油的趨勢 是怎樣 你說 總括而言 國際石油 是有下降 在這裏 雖然 大家會覺得 可能他已經是 在股價上已經反映了 但是 之後那個 石油 那個 能源價格 是怎樣 都會影響到這幾間公司的表現 是的 至於另一隻 就是上次摩根大通也有提及到的 就是 剛才說中石化 現在說中石油 是的 他的董事長 就是一個戴口糧 相反地 其實他 比起馬永生 就沒有太大的特別 因為 呃 其實這兩間公司都類似媽公仔 就是這樣 就是我自己 看下去 我覺得 是的 還有他們的成交壓 都是不相伯眾的 都是維持在五億幾左右 上下 那所以 嗯 他們的最高位 和最低位 在說這一年裏面 上下 都大概 兩邊都是一元左右 所以 為什麼說他站得這麼硬的原因 就是其中這個 的分析 是 還有他們的上市時間 都是在2001 是的 一個2002 都是2000年 2000年的時候上 所以 嗯 那時候的石油 就沒有發展得這麼厲害 那現在二十幾年後 22年 沒有幾 嗯 都站得挺穩的 其實這兩間公司 是的 而 朱石油剛剛看回 他現在如果拿來收息的話 差不多是八里半以上 是的 所以 都是一個收息的選擇 是的 中石化就16 是嗎 是的 OK 這裏 十五點六四 誇張 是的 那 所以 剛才說了一些關於石油的股票 但是其實 嗯 大家也可以看回他的業績方面的東西 嗯 所以 拿來收息 其實 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也好像有 有啊 我也有買到 但是我那時候就傻豬的 嗯 我看看 我還是在做教練的時候 健身教練 我的學生叫我賣 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淺水灣做教練 這件事 多久之前 是的 多久之前 嗯 我想 五年左右 OK 那時候 四個多 是的 是的 四個多 五年 即是你一直到現在的 放在那裡 即是他的價錢又不是說 很大 但是 那 又 又 又未去回我那時候的價錢 但是你收了幾年股息 是啊 是啊 你收了幾年股息 可能是差不多 是啊 所以是 這些其實就算買定 因為很多現在 那些人看股票 都是玩短炒的 是 嗯 短炒就去回美國 港股 港股真的 不是很短炒的 是 現在應該說 是難 是的 那 但是我其實看 郵股那時候 其實現在 我有時候 有時候 都會聽大師去講 少少關於股票的事情 那 其實就算是藍籌股也好 那我有時候都會在我們亞洲財經的網上 去看他那個 C-Cast 即是 股權的變動 那樣東西 就算是 即使是藍籌 都有時候會有少少的 資料可以看到 嗯 那現在看回這幅 其實是883來的 就是中海油來的 那 其實你會看到 頭五個 頭五位 如果你把那些數字加起來的話 就大約是70% 是 即是 他頭五位持有的 機構 他加起來 已經是說了70% 是 即是 不是一個細數來的 那 以前沒有那麼多 只不過他因為之後 以古代息 那麼他收股票 去取代 現金的息 所以 變成 百分比大了 那麼 所以也會看到 變成不像是 好像 例如之前說 比亞迪 不是有 巴菲特投資的 是 那麼之前也都說 巴菲特去出售 比亞迪的股票 或者說 騰訊 騰訊背後的南非公司 去保持很多 那麼 之前說的南非那裡 都去銷售 騰訊的股票 嗯 那麼現在看到的就是 例如剛剛我們說的 例如883 啊 857 這幾間石油股的公司 其實 保持的 主要都是 所以 不會說 有一些很大的外資 去保持 嗯 所以 變成就不會說 好像之前 比亞迪 或者騰訊 那樣有一些 很大的外資 去保持出貨 這個消息 還有大家應該看到 就是石油股呢 所有出的新聞 都是利好的 是啊 最近的新聞 這樣說 近這一個禮拜 都是利好的 是 都是利好的 嗯 是的 都是有勝負 還有特別這個 剛剛所說的 中國海洋石油 那 就會見到他 從上市到現在 其實那條線一直直升上去 是非常之美的 甚至到 大家跌得那麼 橫肢跌得那麼厲害的期間 他都依然是保持著上升的 這隻 挺厲害的 至於他那個董事長就是汪東俊 其實他又比較 新派一點點 跟對上那兩隻 中石油和中石化 就是有一點點分別 兩個CEO 那他就是比較 生意人一點點 我可以這麼看 是的 他真的在重 著重那個 賺錢 公司的業務 跟對上那兩隻的穩陣性 就不同 這隻 我相信 如果你看到很多石油股 其實去到這個價錢 我對比起其他的 中石油和中石化 甚至乎 這個 中石煉化工程 他這個價錢 相對性都偏過 九個幾 是 是 所以 這個也是我其中一個 會長期保持著看 甚至是自己 保持著有的一個股票 但相對性息就會少一點 是 少都幾多 是 好 除了關於石油方面的新聞之外 應該是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 其實香港其中一個 比較大的 在財經方面的話題 就是講金融峰會 有沒有留意一下 金融峰會的內容 當然有 你發給我 沒錯 沒錯 金融峰會經常發財經事件給我 不斷看 是 因為其實 我看回 當然我們 平時在做節目的時候 跟大師 也有討論過 金融峰會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 講得比較多的 就是 說政府會想搞一些 虛擬資產 是 無論是Crypto也好 NFT也好 他想大搞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玩過Crypto和NFT 慶幸地沒有 但是真的 跟以前 那時候 牛市的時候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說 股票股票 升級 那些時候 那樣東西 賺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人說 虧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人說 我想聽到最多 應該是LUNA的時候 那時候 是的 但是他的新聞就是 暴跌 是的 他的新聞就是暴跌 還有我自己身邊 也有幾多人 是教NFT協會 那些 也有上台說一下 也有跟他們 喝酒 吃飯 也有聊天 他們接下來的方向 是怎樣走的 是 反而我是幾年前 我自己沒有 玩過Crypto和NFT 但是我覺得 背後的技術 例如Blockchain 這些技術 我是認同的 只不過我暫時覺得 現在 Crypto 之前 不要說現在 都是純粹是一個很大的炒賣 炒作成分 而且很多東西放在香港 都變成炒 是的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看 包括NFT 一出來的時候也是 就是 NFT的一個頭像 已經是上千萬美金了 賣到 然後就 開始有些名人效應出來 包括周杰倫 周杰倫 杜汶澤 還有香港本土的 事當真 沒錯 很多 都在說NFT 現在政府 真的說會搞NFT 但問題是 市差的時候才來搞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反而 他們搞這個 成本其實就不是很高 始終是虛擬貨幣 很久很久之前 大陸就已經很流行 這些事的火幣 果幣 火幣 已經很多人都去做一些炒作 香港其實也遲了一點 至少是遲過新加坡 是的 其實過往曾經說過想被澳門搞 無論包括這些 例如世界股市場也好 Crypto NFT也好 都想被澳門搞 但現在澳門就 很難搞 至少賭業也差了很多 所以 你會看到 轉型是有些難度 因為在好境的時候 你就沒有時間去轉 但是一個環境一差的時候 你就轉不切 沒錯 因為現在才來搞的時候 其實你又搞不切 更何況現在 暫時 政府都是在講一個這樣的方向 都沒有一個很實質 說會怎樣搞 我覺得他們那些NFT 很大機會 如果是澳門 假設 其實會轉為會員制 那些NFT 因為現在這個都是比較 用NFT 取代Qpoint 或者是一些餐廳 做一些NFT 讓大家可以用這個NFT 你買了就進去 有些 可能是 你有這個NFT 你可以永遠去這間餐廳 都可以吃 這一隻漢堡包 滑滑這隻東西 是的 還有 一位卷 為什麼我會買新世界呢 就是因為我知道 鄭先生 都 是長期想搞這些 Botching NFT 我覺得他很潛衛 所以現在跌到 Belage 就算了 所以 其實你也說 現在的NFT 過了炒到上千萬美金那一陣子之後 現在都變成 Memorship Memorship Qpoint Qpoint 甚至乎當是一個 你出席的活動 我給你一個 所謂NFT 好像一個souvenir 給你一個郵票 那樣 我有幾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錢 但是 我有幾個 玩那些小遊戲 然後 我贏了 給你一個NFT 那樣 但是很貴衰的 我經常覺得好像兒童樂園餐 以前的兒童樂園餐 大家記得 你要狂吃 那他吃完 每一次 兒童樂園餐 都給你一個部位 你明白嗎 總之你要吃到 爆了暗瘡 膽固醇過高 你才換成一套 以前的Mcdonald 現在NFT 就是那樣 是啊 他那隻什麼 惡魔 不知道我玩了幾個遊戲 都是給我一條尾巴 但是 他那隻惡魔 有頭 身 心臟 他和我這樣分 幸好他不分 那些肝 大腸小腸 然後又有什麼腳 還要給我一條尾巴 我不知道值多少錢 希望大家欠一條尾巴 就知道 明白 所以 現在有時候 例如說 想用這個 類似NFT 去發行債券 這個是新聞 但是 當然 現在 就算大家想買 都買不到 因為 給一些機構投資者 我們作為一個 一般散戶 都還沒買到 至少他現在 開始 會想搞 雖然 都不是一件很看好的事 暫時 價格又差 市又差 然後 現在 你說搞的時候 又 背後了美國 或者新加坡 是 所以 看看他 之後 會發展成怎樣 關於這個 債券 或者 草子彈 但是 他現在 甚至乎 會放在港股上 想搞一個 ETF 一個基金 可以在交易所買 就是 這些 虛擬資產 你買不買 我想我未必會買 坦白說 這些虛擬資產 我 第一 我的本不會很大 這件事 還有 雖然說股票 但是 賺錢 我覺得 除了這些 投資之後 還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所以 還有 經過政府所搞的 綠債券 都 今年 今年 我都未必會再 我先看 不會做 鮮物投籌 那個 因為現在 都是 應該是負數 的 好像是 負 負數 因為他的利息是低的 即是說現在 就算現在 你擺一個 新資金 存入銀行 都可能是4厘以上 但是 你說 之前說 政府出的債券 其實是 沒有去到4厘 那麼多 沒有啊 所以你問我 這個ETF 剛才大家看到這個虛擬資產 ETF 我也是 不會特別去看 雖然 在 興那一陣子 其實我真的有研究過一段 關於 Crypto 和NFT 但是我真的覺得 那時候覺得 不是很靠譜 特別是這樣 炒的時候 所以我只知道 Alan之前有的 Crypto 我不知道他現在 還有沒有 這個 沒有更新 但是 我只知道他之前 去投資 Crypto 方面的 還有這些第一次 搞的 我覺得 好像 蘋果手機 我經常做的比喻 是 第一代沒有人買 你要等到 第三代 是的 第二代好些 第三代好些 是的 慢慢慢慢的好 那時候 買 VR也是一樣 第一代VR 差到爆 然後越來越好 所以第三眼美女 呃 吳君 格局 裏面有一部分 說這件事 我覺得幾好 我只看完他之後 就是 對於 買這些東西 會保守一點 是的 那都是 看清楚一點 因為你剛才說 吳君 其實我一直都有看他的書 是的 他這幾本書 格局 態度 這幾本書 正啊 這個人 正啊 沒錯 包括了 他現在 有時候出一些 數學講義 我也有看的 所以 對的 你說 可以等 等 成熟些 先 看看他什麼環境 出來之後 是第一次出 沒錯 所以 其實他現在沒有時間表 嗯 他說出 港交所歡迎 去出 他就是看我們什麼反應 是的 但是 說真的 現在 從14000點 剛剛才上回到 16000點 好一點 可以有幾大反應 是不是 所以 但是 當然 如果 大家 網民有 有興趣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是的 其實如果大家 真的想 一隻股票 不太知道 可以在留言 那裡打給我們 告訴我們 你想看哪隻股票 我們做回一個 小隻的分析 還有 就是 用多幾隻股票 一起去 competitive 去告訴大家 情況是怎樣 是的 因為我們的作用就是 將股票 起底 看完他的CEO 看完他的年度業績 告訴大家 是的 那 好 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可以 還有 有人留言說 都想 我們去講一講 關這些行業的問題 OK 是的 在這裡也賣一點點廣告 好嗎 給我 好嗎 不要緊 其實最近 大家都知道 我是做Requipment 市況其實 現在是有一點點變好的跡象 變好的定義就是 多了很多不同的opening 包括想轉行的任何人 想轉去金融業 現在是絕佳的時機 因為過往的金融業的要求都非常之高 但是 現在我見到的就是 不論是有牌還是沒有牌 牌是講R.A.Q.E.或者H.K.S.I. 即是金管局和保金局那些 沒有牌 你有一些前線的經驗 其實都可以去到銀行的Fundline 那裡 VTail Banking那裡做 請很多 中五畢業都照請 現在 所以人才是極缺 如果真的想著 不會是做任何生意 是想著 工作的話 其實 金融業 人工是可以給得不錯的 審命性辛苦一點 好 那 所以有興趣的 當然歡迎大家留言 是的 那 最後 看回剛開始之後 哇 升上千日 Happy仔 是的 應該大家可以 舒暢一點 是吧 有沒有 唉 不要緊 大家可以再看幾天 我們下星期的時候再一起看 是的 下星期有什麼環境 至少成交額都大了 現在半天已經一千億了 是的 好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